25岁挖塞甜美女护士 利用自己所学的医学知识 妄图制造一起完美的杀男友案件 若不是警察有火眼金睛 法医有过人的医学知识 女护士恐怕会侥幸逃过法律的制裁 白天不懂黑的夜 袁宗陪你看世界 时间2015年4月2日 地点上海市徐汇区田林新村 一名女士报警称 她侄女的男友在租房内自杀 她侄女名叫潘锦凤 是某知名医院的女护士 死者叫陆晨 跟她在一个单位工作 是名医生 潘锦凤告诉探长 陆晨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 服用了过量安眠药儿王 然而经警方调查后发现 陆晨生前性格开朗 身体本棒 收入可观 她是脑子被驴踢了要去自杀 显然理论上陆晨根本没有自杀的理由 可是话说回来 现场也找不到她杀的痕迹 法医对尸体进行勘验以后 同样没有发现尸身上的疑点 所以法医初步结论是符合自杀特征 没有发现有明显的这种她杀的迹象 但是我们常说人命光听 不管怎么样死也要搞清楚 正当侦察员们都满脑子疑惑的时候 拥有30年办案经验的囚警官提出了一个疑点 报警人的侄女程说她是喝安眠药自杀的 但是现场没有一个就是能引用安眠药的水杯 恰恰报警人的侄女程引用了一个深颜色的马可杯 求警官说她见过不少服药自杀的案件 服药的水杯通常都是在床边或者离死者很近的地方 而这些案件服药用的深色马可杯 却放在厨房的餐桌上 这个点非常可疑 另外有侦察员发现死者的上衣有点不自然 推测可能有人把他的衣服网上了起过 如果是凶手不小心留下的破绽 那凶手到底想干什么 或者曾经干过什么 就在这时法医通过对尸体进行进一步检验 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点 那就是死者的腰腹部靠背的位置有一条血痕 法医用棉签沾着生理盐水进行擦拭 结果血痕慢慢消失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血痕不是压迫所致 而是粘上去的 也可以说是流淌所致 我们循着这个白红色的印记来找寻了 向腹部找寻了 在右下腹部发现了一个睁眼 睁眼状的损伤 这就有说到了 右下腹部发现真恐 血液从腹部流出又慢慢流到背部 那为什么背上有血痕 腹部却没有呢 真相只有一个 那就是有人蓄意将腹部的血迹擦干净了 而忘记或者没来得及擦拭背部的血迹 下腹部发现真恐以后 法医更加注意了对身体上细微真恐的寻找 果然在死者的左手部也同样发现了真恐 通过对死者生前的病例进行调查 军委发现有注射记录 这说明死者的注射是非正规的 注射器很可能就在案发现场 正当侦察员们仔细寻找注射器等物品的时候 餐桌上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粉红色塑料盖 引起了侦察员的注意 紧接着侦察员又在冰箱里发现了一瓶胰岛素 打开包装一看 胰岛素的瓶盖跟桌子上的粉红塑料盖是一毛一样 那么家里有胰岛素 反过来呢 让我们医学尝试呢 又可以解释了他这个诊意 因为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糖尿病患者呢 就是说家里配了这个胰岛素 那么日常就打 朝腹部打实际上是个很常见的味道 可是医院刚集体做了体检不久 死者生前是绝对没有糖尿病的 我们就高度怀疑 这个人的死因是与这个 我们未见中继的这个胰岛素平质 可能是有高度的关系 实际上是我们一般的糖尿病病人 使用量的一般要有十倍左右 因为这个量下去足以致人死 如果对正常人注射胰岛素 将会使人出现低血糖的症状 如果胰岛素注射了过量 则还会导致正常人死亡 这起诡异的非正常死亡案件 会不会就是胰岛素杀人呢 因为被害人女友恰好就是护士 警方立刻将怀疑对象 专注到潘锦凤的身上 并将她依法传唤到橘子里问话 然而心理素质极强的她 打死不承认男友的死跟她有关 不承认就没事了吗 显然不可能 警方通过对潘锦凤的通信记录 及电脑使用记录进行查询 迅速掌握了她的诸多疑点 比如她在二月底就曾通过抠抠 找人购买过情话物 另外她还多次主动搜索一些下毒案例 潘锦凤的种种变态行为 无疑不再证实她就是凶手 然而她就是不招 她自认为胰岛素杀人就是完美犯罪 因为胰岛素会在死者体内快速分解掉 警方找不到任何能够指证她的实质证据 但潘锦凤显然是学艺不经 她的那点医学常识完全就是小儿科 如果肌肉里面有的话呢 那还是考虑是用过的 因为肌肉里不应该有 它只是在血液里面血管里面有的 那我们就是从这个注射针眼的周围 软组织取下来 就对这个软组织进行解决 接下来 法医在死者两处针孔附近的软组织 都提取到了胰岛素残留 如今大量证据摆在潘锦凤面前 她也不得不低下了罪恶的头 承认了自己用胰岛素杀害男友的犯罪事实 那这个外表看起来丝丝纹纹的潘锦凤 为何要残忍的杀害自己的男友呢 皮裤套棉裤 袁宗说缘故 潘锦凤本是江西南昌人 五年前 她独自来到上海这座陌生的大城市打拼 她很幸运的进入了这家知名大医院工作 当起了护士 机缘巧合之下 结识了同在一个医院的医生陆陈 二人一来二去谈起了恋爱 本来都计划在15年结婚的 因为结婚的彩礼问题没谈拢 两家人差点没打起来 在这样的情况下 二人婚礼值得作罢 正当潘锦凤还沉浸在悲伤中时 陆陈却很快另结新婚 潘锦凤气不打一处来 本着得不到就毁掉的思想 决定除之后快 2015年3月31号 二人因为休假又走到了一起 当天晚上二人还相安无事 谁知第二天 陆陈开始不断跟电话里的 其他女友联系 本就杀心疑起的潘锦凤 再也忍不了了 30克安眠药下毒 陆陈很快就昏死过去了 到晚上八点的时候 潘锦凤从冰箱里掏出 事先准备好的胰岛素 对陆陈进行了主摄 2016年4月13日 法院已故意杀人罪判处 潘锦凤死刑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散会 晚安 晚安元宝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